有时候,我们会在新闻里看到某个长寿老人的故事,他们活到了百岁以上,看起来精神矫健,然后,我们就开始好奇,是不是他们拥有了某种长寿基因,或者,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机会活得那么长久。 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但是,答案远比想象中复杂,在基因层面,我们可能会想,到底是爸爸还是妈妈的基因,决定了我们能活多久,在这里,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看看问题,同时针对寿命问题,我们也来一起看看哪些因素都是关键,不要只盯着基因不放,生活中的很多其他元素同样重要哦。 一,基因对寿命的影响,咱们先来说说基因,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由父母双方的基因共同决定的,但在谈论寿命时,他们的基因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先澄清一点,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其实,影响寿命的是成百上千个基因的复杂交互作用, 但是有意思的是,父母双方的基因对我们的寿命都有影响,但方式各异,先来看看父亲的基因,研究发现,随着父亲年龄的增长,父亲体内的DNA复制过程可能出现更多的小错误, 这些变化有时能影响孩子的健康和寿命,同时,父亲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也可以通过所谓的表观遗传机制影响他们的精子,进而影响子带。 比如,烟草和酒精的使用可能在精子的DNA上留下化学标记,这些标记可能会传递给子带。 现在,让我们看看妈妈的基因,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所有人的线粒体DNA都是直接来自我们的妈妈,而线粒体DNA完全来自母亲。 MTDNA中的变异可以影响细胞的能量产生,进而影响整个身体的健康和寿命。 遗传学告诉我们,某些基因变异可能与长寿相关,比如,有的人可能拥有一种特殊的基因变体,这使他们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健康,比如更好的心血管健康或更低的癌症风险。 但记住,这不是说只有某些幸运儿才能活得长久,我们的基因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当然并不是说说基因对于我们寿命的影响就已经是全部,寿命的决定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下面我们就看看是哪些东西在影响我们人群整体的寿命吧。 二、生活方式与寿命 首先,饮食对我们的寿命有着巨大的影响,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地中海饮食,这种以橄榄油、新鲜水果蔬菜、全穀物和鱼类为主的饮食方式,被认为是促进长寿的超级食谱。 这些食物富含抗氧化剂和必须脂肪酸,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慢性病的风险。 再来看看运动的作用,运动能改善心血管健康,增强肌肉,提高新陈代谢,甚至还能改善你的心理状态。 简单的日常活动,如快走、游泳或者瑜伽,都能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现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山大。 我们常常忽视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长期的高压状态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心理,还会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学会放松,可能是延年益寿的另一个关键。 同样重要的还有睡眠,良好的睡眠质量对健康至关重要,睡眠不足会影响我们的心情。 能量水平,甚至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确保每晚都有足够的高质量睡眠,对维持健康和长寿至关重要。 三,环境因素与寿命。 我们已经聊过了基因和生活方式,现在让我们看看另一个重要玩家,环境因素。 你知道,我们身边的环境对我们的健康和寿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是居住环境。 你住的地方空气清新吗?有绿地和公园吗? 研究表明,居住在空气质量较差的地区,或者缺乏绿色空间的人,可能会面临更多健康问题。 这些问题从呼吸系统疾病到心理压力不等,都可能缩短我们的寿命。 同样我们也要看看环境污染和职业风险,工作环境中的化学品、重金属、噪音和压力等因素,都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长期暴露于有害环境中,不仅会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还可能影响我们的寿命。 四、医疗保健与寿命。 最后,我们来看看为我们健康长寿保驾护航的医疗保障体系。 首先,医疗技术的发展简直就像是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 从精准医疗到最新的手术技术,再到创新药物的研发,这些都极大的提高了治疗各种疾病的效率和成功率。 比如,心脏病和某些癌症,现在的治疗效果比几十年前好太多了。 还有预防性医疗,不仅仅是打疫苗那么简单,定期的健康检查,疾病早期筛查,甚至是遗传倾向的分析, 都让我们能够提前采取行动,预防疾病的发生,知道自己的健康风险,可以让我们更有针对性地调整生活方式。 五,长寿的健康建议。 我们已经了解了影响寿命的各种因素,那么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来延长寿命呢? 这里就给大家提一些实用的建议。 首先,让我们从饮食开始,保持平衡的饮食至关重要,多吃蔬菜、水果、全穀物和优质蛋白质,少吃加工食品和高糖食品。 记住,好的饮食习惯不仅能帮你保持健康体重,还能减少许多慢性病的风险。 其次,保持活跃,不用非要做高强度运动,每天保持适度的体育活动就足够了。 散步,游泳或简单的家庭锻炼都是不错的选择。 关键是找到你喜欢且能长期坚持的活动。 最后,不要忽视定期的健康检查。 这些检查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及早发现潜在问题,结合遗传倾向和生活习惯,定制个人化的健康计划。 总结,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基因、生活方式。 环境因素以及医疗保健如何共同塑造我们的寿命。 记住,虽然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基因,但我们可以通过做出明智的生活方式和健康选择来优化我们的生活。 不要忘记,每一天,我们都在用我们的选择来影响着自己的健康和寿命。 无论是选择健康的食物,还是决定去散个步,或是保持积极的心态。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决策,实际上都在塑造着我们的未来。 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健康、快乐、充满活力的长寿生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